为什么 当时她有女朋友 我用了自己的方法 使她变成了我的男朋友 刚开始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很幸福 可是慢慢地我发觉到 她一直是在监控我 她会限制我的一举一动 我总怕别的女孩 再把她从我手中抢走 我没有安全感 有一次我回到家 拿着我的行李和衣服 准备要走 她就一气之下 把我的衣服全都给填了 我都不知道 她以后还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我这次必须得跟她分手 我做这些都是因为我爱她 所以说才会这样吧 我爱你 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因为爱你 所以要控制你来 掌声请出这对情侣 来 掌声有请 南部文明小元 28岁来自北京媒体工作的学历 本学女主任公容若24岁 来自黑东江 现在是一位市场总监 学历有些本科 有请有这两位 做媒体的 对 新媒体还是 做广告传媒 您是市场总监 是区域总监 还是什么 是大区总监 到底这个总监在一个什么级别 这是公司录得 对外的一些市场情况 做一些公交地铁 广告宣传 我俩也算是同行吧 你跟他不是一间公司吧 不是一间公司 我们是在旅游交易会上认识的 但是我见他的时候 我觉得挺喜欢他的 但是我知道他有女朋友 所以说我一直把他当成哥哥一样 然后他也把我当成妹妹 就是不管大到小事吧 他都帮我 你为什么摇头啊 你觉得我说的不对吗 不是不是 我是在感叹 哥啊妹啊的很危险 我不觉得危险 我觉得挺好的呀 你看我俩现在走到一起了 是吧 不是你当时用了什么方法 就走到一起了 就哥啊妹啊的就一起了吗 没有啊 就是我对他挺好的 他下班呀 我都主动给他打电话 早上我也主动问候他 吃饭呀 注意身体呀 这一些等等一切 我都关心他 慢慢地对他好 有时候我也会找他帮忙嘛 跟他也算是 说白了也算是套一些 你用了多长的时间 把你这位哥哥变成了情哥哥 让他跟他的女朋友分了手 两三个月吧也就 手段够可以的啦 我不觉得是手段 我真的不觉得是手段 我当时就喜欢的 我觉得我追求他很正常 他用什么方式 就让你跟你的女朋友 就分开了呢 我原来之前有女朋友 那时候我跟他说过 他说那我没事啊 我可以把你当哥哥 我说行吧 因为我觉得他一个人 从那个东北那边 来北京打工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我跟我女朋友也说过 我认了这么一个 挺单纯的那么一个妹妹 我女朋友当初没多想 她有一次约我出去吃饭 等我到了家之后 他给我打一个电话 说我的钥匙不见了 是不是在你这儿呢 我当时我 我说怎么可能会在我这儿呢 他说我确实找不着 你再找找看 我一看 他说真在我这儿呢 那我说那怎么办 那我 我给他送过去吧 之后我那女朋友就说 这个女孩挺有心计的 你别跟他靠得太近 因为那时候我 我女朋友也挺强势的吧 完了就是很命令式的跟我说 我那时候也挺不满的 就跟他吵起来了 从此之后 我们就经常会没事吵架 最后那时候 我女朋友最后就选择 所以咱俩就走到一起了呀 咱俩就交往了呀 行吧 那你现在又说到以前 那件事有什么必要啊 对没必要 你没觉得你这些做法 有点太疯狂了 你知道吧 我俩交往了 我俩现在就已经交往一年多了 你再往前往前翻 那些事没有必要了吧 他今天说要跟我分手 我说我不想分 我怎么样不跟你分手啊 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做得太疯狂了 我觉得太害怕了 我都哪些疯狂了 他一直在监视我 他用什么方式 加班他就给我发短信 我没看着 没看着紧接着他电话就过来了 你在干嘛呢 你在哪呢 你跟谁在一起 我说我加班 他也不理我 就一直说 我索性我就说 我挂了 之后呢 他又给我打电话 你挂了是跟别的小公司 去约会去了吧 你怕我听见是不是 我那时候结稿啊 之后他也一遍一遍 给我打电话 我调静音了 等到我下了班 回来之后 一看手机 53个微接来电 那都少的 至于吗 之后我回去 发觉到他在哭 我过去 刚准备暧昧他 他起来就给我一巴掌 从那个之后 每次我只要跟我朋友 我跟我同事 一起吃饭 他都要给我打电话 笨 你在哪呢 你干嘛呢 甚至说吃饭的时候 他能过来 我就过去看他不行吗 不是你担心 不是想一起跟他回来 姑娘你担心什么呀 我就担心他怕旁边有女生啊 每次给我打电话 嗯 晚我说 我们这儿真有事 谈生意 他说 谈生意 谁之前不告诉我了 那那个 我不过来行 那你就 你就大声地说 宝贝我爱你 我有一次 我前女友吧 我对你那么好 你又提他 是不是 你看你今天在那你也提他 现在不是说事吗 你忘不了他 你俩就能救情复燃 我没有救情复燃 我那时候只是因为我前女友 她过生日 其实我之前也挺那什么的 也挺愧疚的 就是说作为一个普通朋友 我给她发一条祝福短信吧 情侣直接分手之后 不可能做朋友知不知道 你接着他就骂我 把我手机都给摔了 你就发了一条短信 我就发了一条短信 内容是 他直接 他直接看完了之后 拿过手机 内容是什么呀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幸福 类似这样的事情 祝他生日快乐 你明天发什么呀 明天发发布 我爱你啊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没有不可能的事 好好好 我那时候都已经过去了 紧接着 我也挺生气的 我就去我朋友那儿 紧接着 我朋友收到一条短信 他发短信骂我 说我这个混蛋 说我忘恩负义 他怎么会发在你朋友那儿 我复制他 我当时我不知道 我以为他在跟踪我 我以为他在跟踪我 我回去质问他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在哪儿 他说 我把你239个人的联系人 全都给复制下来了 我已经群发了 包括我的上司 我的同事 我的父母 他们都给我打电话 甚至那时候给我打电话 我一直冲动 你说我招惹谁了 我冲动 全发了一条短信 你冲动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的立场啊 你知道这样要对我影响有多大吗 我不知道 我当然知道我能发吗 我那么爱你我能发吗 我一切都为你着想 知不知道 现在那239个电话 你现在还都有是吧 有啊 我跟他 我说我坚决要跟他分手 我可以再发短信 我跟他坚决分手 他这个人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 每次 那小妖女说 捡你的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我要跟他分手 我拎着行李 准备走 他 直接 开吱开吱 全给我捡了 我还给你留了一两件的 没全捡 是 我穿着的衣服 你给我捡了 我就剩裸奔的份了 我就想留下他 你知道吗 我真的 你今天听他讲这是不是 也特不好意思 又难过也不好意思 觉得自己也挺丢脸的 但是吃到临头又控制不住是吧 对啊 我就是爱他 真的老师 你们帮我留住的行吗 行 我们帮你帮你帮你 来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先跟女孩说吧 你的外表和手段 可以让男人停下 但是给男人的尊重和体贴 才能让男人留下 我真挺对我怕的 我们听得已经很清楚了 你是怎么去爱他 爱他他只要怕呀 抢到了爱情 你却怕爱情被抢 而变成了爱情的乞丐 而这种爱情的乞丐的一个表现 就是你严重的怀疑症 我就受他伤害了 我才能没有爱情 不是吧 我听起来是你伤害了别人 而你怕被这样的伤害伤到 我也是被他伤害过 你所谓的被伤害都是你自己付出的那个因得到的这个果 这个报来得挺快的 所以应该怎么办 爱一个人要爱得有尊严 不光自己有尊严 而且你要给到对方尊严 你的确非常缺失安全感 你想拥有这个幸福 但是你自己根本就没有这个勇气和信念 所以你用了一种非常非常错误的方式 越用力 他跑得越快 那我怎么能把他留下来 那你就能不能体贴一点 温柔一点 不要那么干涉他的生活 乃至事业 不干涉我会难受啊 为什么难受呢 你怕什么呀 我就怕他又跑了 你怕他遇到像你这样的女人对不对 没有 我挺好的呀 我这么跟你说吧 一个男人在社会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女人 如果他自己不具备抵抗外界的诱惑的话 你再怕他照样也会离开你 就是干涉你的还是你的呗 不干涉你的留也留不下来呗 对对对 你动这就好了 但是我一到自己就糊涂 肖老师赶紧帮帮那糊涂姑娘吧 在我眼前我看到的不是一个姑娘 是一个小孩 是一个三岁小孩 对就是这样的 我爱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什么都糊涂 来听肖老师给你遵训好吧 不急啊 好 许总的小孩也是三岁 对 三岁小孩呢 看到一个玩具 一个同伴在玩一个玩具 觉得很好 他下意识就会要去抢 抢到手了之后 变成自己的了 这下我开心了 但是我也很害怕 因为我怕别人再去抢走 这就是你现在所做的这个事情 你的思维是非常的单一的 所以说你才会完完全全 不会去顾及到对方的感受 去什么群发短信啊 包括去捡衣服啊 有没有考虑到别人会很怕你 有没有考虑到这个事情 带来什么样的严重的影响 你完全都没有考虑过 另外你有没有想过 你越是这样强行的管住他 实际上是带来是一个副效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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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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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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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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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的爱人以爱之名对你进行控制 干预 你愿意吗 来 各位 请选择 还有25%是愿意的 谁愿意的 投的什么票 反对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爱行嘛 就说每个人都给我爱 但是呢 爱得太失去自我了 我劝你女孩子 爱得要有自我 不应该这样 他会能够抓得更牢 好 谢谢啊 你担心这小伙子会不回来吗 我也不知道 你回答我 如果他不回来了 你做什么事 我去找他啊 用什么方式 发短信啊 所以 小伙子你听了这个话 你真的可以跑了 有多快跑多快 我回来 我会改的 你改什么呀 我给那239个人发短信 我抽他呀 他没回来啊 我都是因为爱你 你回来 我不准走 你这是爱吗 是啊 我认为是啊 好吧 来 一起书五个数 5 4 3 2 1 请开门 这是 这是我给你最后的一次机会 我可以改的 我可以改的 最后的一次机会 想到了他肯定写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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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站中间上来吧 真绝配 真敢 假敢啊 真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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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又请我们的小话筒 感谢杰莉亚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套装礼盒 感谢天津东尼佩集算是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钻戒 要不然你给他求婚算了 你都男的跟女的求婚算是 不下去 哎 要不然你就不会改 不行 我会改 我真会改 那就抱他 那你就向他求婚 哎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一个浪漫而别开生面的一个求婚仪式 来 请见证 我会永远都爱你了 一辈子对你好 真的 我再声明一下 我真的会改啊 抱下去吧 还是 你给我走吧 别抱了 给我走吧 等等 先亮灯 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 清场 第二 抱他 他肯定选择 清场 你真是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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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哎 哦 谢谢 你怎么一点都不给他面子 又怎么了 我有点错了呀 你 那是你们家户主 你知道吗 在外面要给他面子啊 你把他抱下去吧 去吧 去吧 抱下去啊 走吧 其实我们愿意他去改叶 但是改起来真的很难 这个让我们看到了一点 当一段爱爱着没有尊严的时候 其实你就失去了意见